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青道夫作为一种外来肉侵物种 在中国没有天底 目前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 已经泛滥成灾 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淡水生态系统 今天我们就用一万条面包虫 来惩罚惩罚这条害虫鱼 刚把青道夫放进去 这群面包虫就像疯了一样 开始围攻青道夫 看样子是恶坏了 然而青道夫也不是吃素的 它身上披着一层厚厚的鳞片 还进化出了尖词 面包虫能否突破这层铠甲 深入到里面吃到肉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战况如何了 哇 青道夫肚子上全是面包虫 秘密麻麻的 好恶心啊 眼睛和鼻孔都已经被掏空了 接下来继续战斗 两个小时过去了 画面有些惨烈啊 这根是青道夫的鱼鳍骨头 整条青道夫只剩下一幅骨架了 此时还有一些面包虫 还在拼命往青道夫的头骨里钻 试图榨干它的脑髓 看样子脑髓也已经被掏空了 我知道肯定又会有圣母跳出来喊 太残忍了 怎么能虐杀可爱的小鱼鱼呢 我现在来证明一下 这就是一条死鱼 买回来就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感谢观看